原标题 上海肖宝伟点名后 腾讯视频爱奇艺改了来源 中文网上周上海市肖宝伟微信公众号认为 腾讯视频在扫黑风暴的超前点播中 既然是暗计收费的 那消费者就有权选择他要看的那一季 所谓按顺序解锁观看 涉嫌捆绑销售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漠视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另外在观看过程中 插入999题言评广告 值得注意的是 待谈窗无关闭按钮